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第四節的大香港早晨 我看到有人說即使氣命解波 講北京的情況 都很像 或者是脹氣 都很好的 這一節講什麼 這一節分享一下我 這幾星期的閉關生活 我覺得這幾星期的閉關生活 給我一個 當然我的心思主要是集中在寫小說上面 今次是我 都算是近年最投入的一次寫小說 因為最主要是年紀大 因為年紀大 就是 分不了神 第一就是速度慢了 就是 因為在我還是很活躍那個時期的時候 就是 就是 我一天可以寫一萬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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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靠他 找食的時候 但是 現在不行了 現在 硬集中 一天都是四五千字 那很多 那 不是 一天四五千字是正常的 或者罵箭的人追到你的速度 哈哈 但是那個 那個 那個字的 字的質量是不同的 就是 就是 賣得出的字 就是賣得出的字 包括有 有 有 就是 那個不是計打字的速度 如果計打字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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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一萬字 哈哈 我不斷按A 哈哈 當然是計算思考 讀那些 那 就變了 這次是 需要更大的 力度去集中 然後 我就 沒有上網 那 我是 我沒有上網分幾個階段 那 我是 我是由 梁振英 說他 不再 不再 競逐連任 即是 那是星期五 前個星期五 再前一個星期五 是啊 前一個星期五 因為上個星期五 我沒有做笑死陣 前個星期五 我做完那天的節目 然後 然後 星期六天 我處理了一些 一些事情 然後 我由上個星期一 星期二 左右 開始 沒有什麼上網 接著 逐步擒減少 然後 有幾天 我完全沒有上網 在 在完全沒有上網的時間 上面 我就察覺到現象 我有察覺到現象 因為 我不上網 但是 其實我不是不見人的 就算我不上網那段時間 我會見到你們的 我們有開了聖誕派對 我有間劃回來公司 因為要處理 其實我過了一個星期 不只是在寫小說 都有輕輕處理其他公務 我都會見到他們 大概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我想說我沒有上網之後 我就留意到一個狀況 就是我沒有辦法 我終於明白茶餐廳大叔去看新聞的情感和狀況 因為我沒有和你們分享共同的語言基礎 我和你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基礎 變成我不是不明白你們在說什麼 我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我知道你們在關心什麼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這麼關心 雖然我不是斷絕了資訊 但是我是斷絕了那份共同的投入感 變成了無論是一些政治的 比較有公共性的政治時態 或者是一些沒有公共性的政治窄的爭拗 尤其是那些沒有公共性的政治窄爭拗 我完全是沒有辦法去 理解到那個投入點在哪裡 什麼叫做沒有辦法理解到那個投入點呢 就是我不是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我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我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我知道你們在爭拗的內容是什麼 我不是覺得那件事無聊或者無謂 而是我是不明白 咦?這樣爭不了幾天的 就是我不明白 就是我沒有辦法捕捉到那個 那個爭端的 引發爭端的情感 那個誘因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舉些什麼例子 最近有些什麼罵戰 都繼續施奶窩 繼續施奶窩 施奶太過無聊了 在華戰有一個廢除什麼雙重國籍page那些 是的 譬如有些那個page 究竟是那個page 究竟是熱狗 不是熱狗 又或者是 譬如一百毛 關於一百毛 一百毛其樂里維斯 那個事件 那個其實沒有什麼公共性的 其實那個是一個 怎麼說 你一個娛樂平台 就是這樣做了一個 不是太合適的一個 一個 開了一個不是太得體的 的幻笑而已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而已 那你當然 你有一個討論的角度 你有一個討論的價值 就是 譬如有幾個討論的價值 譬如一百毛時機 有幾個討論的價值 譬如是 那一招你們做節目 我都會講的 我都會跟你講的 不過我就引那個禮 你的照片久了就是這樣 是的 有些東西久了就是這樣 又或者有些東西不全面的時候 你拿來用就是這樣 譬如我那個招物跟你講 北極熊那種狗 是的 北極熊 因為北極熊摸狗仔的影片 很多人分享的 那些可愛動物 那些page迷 在那裏配一些很溫馨的音樂 什麼跨越物種的愛 那些 但其實有另一張照片 就是那隻熊人吃狗的狗 這是一種不全面接收資訊的狀態 那因為不全面接收資訊 然後拿來做一些很即食 很短途的一些抽水 或者是一種網絡式的玩笑 那有時候不小心的情況下 不然會出了這些失誤 我覺得那件事值得討論 有這樣的討論的角度 好了 我明白那件事 但我不明白那件事 為什麼可以討論幾天 幾天呢 有討論幾天 因為 因為後來引發了一個討論 就是 所以我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是知道那個資訊 我是知道那件事的狀況 譬如有些人就開始攻擊熱血時報 或者攻擊熱血系 就說熱血系派人去針對100毛 就說熱血派出大量的打手 去就這件事件攻擊100毛 那件事是不存在的 那有人這樣說就有人這樣說 那件事是存在不到幾天的 但它就存在了幾天 好了 那個令到我奇怪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真的沒有追蹤 我只不過被知會有件事 那我在被知會有件小命的情況下 我能夠作出一個反應 哦 這麼奇怪 那就完了 那個資訊就閉嘴了 那個資訊就閉嘴了 好了 我現在說這些 你們都很容易理解的 好了 想把我看到的感受和現象放在哪裏呢 我想說同樣的現象 如果以100毛那個事件 或者是熱血派人搞一百毛這個謠言 這樣的事件 其實我覺得是醞釀不到幾天的 或者是我沒有興趣 我聽到這件事之後 我沒有興趣追問 我沒有興趣追問更多 沒有興趣去了解更多 沒有興趣去發掘更多了解 而同樣的情況 放在整個社會 或者整個香港 只是說香港的社會大眾的情況 是什麼呢 就是我開始閉關之後 我閉關那天就是梁振英宣佈不再放棄競逐那一天 那一天我們都立即做節目 然後編載組很緊張 立即要做圖、做新聞那些 然後我不是很特別去留意 一個網絡的資訊的交換 然後我會對外奸的資訊 就是你們告訴我 見到你們你們說 我老婆跟我說 或者是我外出吃東西 一會兒茶餐廳的人說 當然茶餐廳的人 不會知道什麼一百毛奇羅里維斯事件 茶餐廳的人都不會知道 你剛才說什麼 什麼斯拉窩那些 他們說是存在在Facebook那些 他們都沒有 但有些東西是存在他們的資訊圈 例如是梁振英宣佈放棄連任 葉劉華參選 葉劉華參選 葉劉華要贏回香港 然後字搞得變成忘口 我想說這些東西 至於茶餐廳大眾來說 就像我剛才說一百毛那件事 他們關於梁振英不參選 那個討論 關於梁振英不連任的討論 關於葉劉出來參選的討論 搞參選大會的討論 他們的氣氛就像我看待一百毛奇羅里維斯事件 是嗎 是啊 是啊 他們都是這樣 這樣嗎 那我就奇怪了 那件事不關 譬如我之前會用一個看法 一個角度去看那件事 那件事涉及我自己去看 就是我關不關心那件事 就是去看那件事 有沒有東西值得轉下去 影響有多少 有沒有公共性 我們經常都用這個詞語 好了 梁振英說連任不連任 究竟是葉劉出來選 還是林鄭出來選 還是現在究竟北京是屬於什麼人 其實那件事理論上是有公共性的 是的 理論上是有公共性的 但原來他們都沒有關心到幾人 那他們關心些什麼 李家鼎煮食 哈哈哈哈 李家鼎一出就修理感 當然 李家鼎 這件事有公共性一點 李家鼎刀功幾好 原來 啊 看不出來李家鼎這個人這麼磁場 其實我認識李家鼎 李家鼎並不是這樣的人 我不明白李家鼎 我是不說人是非 李家鼎的是非 到處都是 那譬如茶餐廳 有些人真的會認真 李家鼎的人多好 看不出來他們兩個兒子這樣 哈哈 那件事 那件事 那件事是延綿可以令到他們討論幾天 反而這件事可以討論幾天 梁振英討論不到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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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討論不到兩天 我想說 兩天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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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整個社交網絡的氣氛是怎樣 討論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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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聞每天都有播放的 那個情況就好像 我有時會聽你們說 給我聽政治宅現在在吵什麼 什麼葉仔和邪輝吵架 我會聽到 我會聽到 但我不會看的 我不會認真去看的 我會說給我聽到 他們經常吵架 然後 那些 師奶還沒吵完 師奶是這樣的 我沒有興趣去再看多些 好了 我在街坊聊天的狀況 就好像我看待這些 梁振英討論 那些人是這樣的 那些人是這樣的 哪個選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 柔惠晉清言申政的那件事 就不同了 那個討論 是 我樓下經常和我聊天的大叔 我吃煙的時候 都會和我聊天 都會和我說幾次聊天 因為他覺得我是 做這一行 他會覺得 你的行圈最近是這樣的 說一下行頭 他不是真的關心社會 只不過是 怎麼說 就是 你的人 看 不是和你聊這些聊天 即是你搭的士和的士都說 你拋我塞車 是啊 就是 找一些你感興趣的話題 跟你說一下 還是聊天 簡單來說 然後就說一下你那行的事情 他看到我 就說一下我那行的事情 這樣不適合 說什麼資討 說完又什麼話 口音 他就是 就著我的行頭來聊天 他說起 青年申請那件事 每天都找到新角度來講 對啊 他每天都有新角度來跟我聊天 梁振英那件不行了 選特首那件不行了 那我就後來發現了一件事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那件事 不是關乎公共盛事 而是大家有沒有同樣的情緒基礎 是 很多時候我們在社交媒體 我們會投入到一件事 當然那件事 不只是關乎大圈子小圈子 思不思願的問題 那個更加是因為我們正在用同一個平台 同一種的語言方式去溝通 就是status share comment 那種語法語句 用接近的一種用語 大家在交換的不是共同的資訊基礎 大家在交換的是共同的情感基礎 就是我們大家都覺得那件事是有那個情緒在裡面 因為我們是一起高呼那件事 就能夾到那個情緒 好了 但是一跳開了 可以像我那樣 我斷望幾天 我夾不到那個情緒 我夾不到那個情感 我夾不到那個氣氛的時候 我連問多一句我都不想 因為我完全 我完全 我不是說那件事究竟是無聊 還是不無聊這個問題 不是說做事有沒有用 或者整個社會運動 或者我們的新媒體運動有沒有用 我不是只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而是他令我連八卦都八卦不起來 就是因為沒有那份情緒的投入 沒有那份情感的投入 沒有那份情感的投入 好了 我將這個感受放在外觀察 屋邨平台的那個阿伯 為什麼他可以投入到 這個青年新政的宣誓事件 但是他投入不到那個特首 哪個選 哪個連任不連任 曾俊華辭職這麼久都辭不了 譬如曾俊華辭職 他不是 那件事必然是能夠關乎他 那件事是必然能夠關乎他 一定能夠關乎他 那誰做特首都是一件事來的 都是一件事來的 就算你用茶餘飯 不要講公共識的角度 不要講政治局面的角度去講 你只是講茶餘飯的角度去講 那以後我們要罵誰 做特首都會被人罵 我們罵誰都會講 但是 在現在我發現一個政治環境就是 那個政治冷感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去到一個狀況就是 你不單止不想去理會當中的細節 你不單止不想去理會什麼 譬如如果以政改為例 那些事情的確是很難去走入民間的 究竟公民提名 三鬼方案 提名委員會 這些事情是很難理解的 也要有心去研究你才會明白 如果以普羅大眾的角度來說 好了 以前我們講的政治冷感 就只是講 那些人只能夠投入情緒 只能夠投入情感 譬如六四 八九年 屠城 那你開車死人 當然很容易投入 或者有一個人被拘捕 他只是示威 被拘捕被打 那你當然是同情 但是當中的細節 究竟那個人主張什麼 爭取什麼 他投入不了的細節 這是我以前一般理解的政治冷感 我現在所看到的政治冷感是什麼 現在看到的政治冷感就是 他對一些事情 連投入的情緒都投入不了 連嘗試放在情緒內都放不下去 譬如特首選舉或者特首人選 那件事情對於大眾來說 是遙遠到一個什麼地步 好了 這個又是黑人爭 那個又是黑人爭 如果在過去我所認知的政治冷感 那黑人爭 你也有些事情要講一下 黑人爭 雖然你不知道 什麼為止是小燕子選舉 你不知道什麼叫普選 你不知道小燕子選舉和普選之間 有什麼關係 關不關你的事 但是你覺得 他是衰格就衰格 這個不是多好 似乎乎乎乎乎 但是現在到了一個情況 就是 他連他似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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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他都不想知道他站不站立 他都不想覺得 這個造有感 那個造有感 那個造有感 剛才在說什麼造話 說什麼造話 已經失敗了 說了兩句就失敗了 已經完全不知道在搞什麼 也都不想去感受一些什麼 但是 那為什麼相對上來說 尤惠禎清靈新政那些人 就讓他們投入了這麼久 因為那個情感就容易理解很多 因為那個是大地恩情年代那種情感 那個是70年代電視劇的情感 就是 哇 這樣中國人被人哭 不行 那件事 就是淺漏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香港的社會狀況 去到一個很危險的地步 就是 就是 他們已經不是 止於 不關心 不想理解更多 不想了解更多 他們是去到一個連生氣都免得的地步 譬如你出過以前那個年代 當然大家會記得 梁振英很討人爭 那梁振英很討人爭之前 譬如 林瑞麟是很討人爭的一個官員 林瑞麟很討人爭的官員之外 就是有些很討人爭的官員 例如是陳茂波 或者是 譬如昨天這樣 鄭忠基罵 吳克劍等等 譬如吳克劍算是一個比較 算是多黑人 我想說 原來很多街坊是不知道吳克劍是誰 蛤?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他們不認識他的 蛤? 他不認識他的 你沒有兒女讀書 不認識他真的不記得 是甚麼意思的 你記得一個阿伯 他的兒女也四十多歲 他怎會知道哪個教育局長 不是 他的新聞有說 但他沒有投入的情感 他連小小的情感共鳴都引不起 我如果沒有兒女讀書 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情況 有關我甚麼事 不是啊 原來很多人不知道TSA是甚麼 蛤? 沒有在這裏 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是啊 他們說 那些人是對TSA 會考的那些 你沒有那個年代讀書 譬如你過了 你大了 沒有TSA 那是 如果就算不說TSA也好 那天坐的士的的士司機 跟我說 他連23條是甚麼都不知道 那 那 他覺得 他覺得23條 立23條又怎樣 現在沒有東西可以令我吃驚 有影響的嗎 現在是沒有東西令我吃驚 沒有東西令我吃驚 那 所以就是 我們在宣傳上面來講 其實是 就是在大眾 你剛才想說甚麼 我剛才想說 這個狀況有點像我看壽友聯的帽子 就是 CAP了這個 黃俊傑還是 黃甚麼呢 然後他 嘩他打了個Status 很過份的喔 我看一看 嗯 都不是很過份 是嗎 然後 這個叫林浩基 金金金金 這樣 嗯 嗯 林浩基又好笑 對啦 但我一天投入不到情緒 怎樣去怨恨他們 我已經是另一個狀態了 不是很想理他們的 純粹 我完全連那個壽友聯 都不懂得去討論 欸 你說這些 不是啊 我覺得是 那個 那個 大眾的 對於這些事件的 不關心的程度呢 是 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是啊 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而在大眾傳播的角度來講 是必須有歪帶講話一次 是 因為 土共或者建制是成功過我們很多 他就捕捉到了 他就捕捉到了 譬如在青年新政的事件 上面來講 他知道應該要捕捉一個什麼位置 他知道大眾能夠引起情感的角度 是 一些什麼 而其實原來我們不知道 原來我們不知道 原來那件事是 會引起大家這麼大的反應 他就覺得 會侮辱他們 是 但其實我理解不到 在情感上我是理解不到的 就是 那種狀況就等於 怎麼說呢 原來土共是理解到的 原來土共對於大眾的情感 那不是資訊深度的問題 而是 他對什麼會有情緒 他對什麼會沒有情緒 那種狀態 而我們這方面的捕捉 就遠遠不及了 還有我覺得是 就是我剛才說的 因為這個題目太大了 關於退網的經驗 其實我想說 因為退網 所以令我觀察到更多 街坊之間的訊息的交換方式 還有那個投入程度 還有就是 其實我不是完全退網的 當我寫好了一個故事的大眾之後 我有局部上網的 那我局部上網的狀況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有上網 但是就不上Facebook Instagram 我只想Twitter 我只想Twitter和Instagram 因為這個也是 Facebook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因為Facebook的search engine 是垃圾來的 Facebook的search是極差的 而Facebook gather 相關題目的能力 不是很好 其實你看到的是 你自己製造出來的社交圈子 他們的熱話 但是 Twitter是另一種邏輯的 Twitter是可以選擇 選擇相關的話題來追蹤 譬如土耳其槍擊 譬如 其實我閉關期間的網絡言話 是Donald Trump串錯字的 那是 Unprecedent 是啊 Unprecedent Unprecedent的事件是很精彩的 很搞笑 Unprecedent的事件是 如果你生活在Cheater的世界 其實是很 是我就投入到那個情緒 我就投入到那個情緒 因為他們的帖子很搞笑的 他們的recheated帖子很搞笑的 然後 但是那件事也是沒有公共性的 那件事其實是串錯字 我不會期待這些 這麼紅色的人會串錯字 其實都 不是 其實 那只不過證實了 那就是他打 他自己死 他真的想起就打 最後說前天我不想要你 還給他 你跟中國說我們不想要你前天 想起就打 然後 他很多都是想起就打 這樣真誠 One China 為什麼要One China 搞到奧巴馬出來 要出來見記者 臉都黑了 他覺得 為什麼不再說 我是老闆來的 我是Twitter 我喜歡說什麼 我想說 因為Facebook沒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Facebook某程度上 是局限了 局限了我們對 所謂的Hot Topic的定義 他扭曲了那個定義 因為其實 其實也不Hot 那件事 那個是你圈子Hot 其實根本就不Hot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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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局部上網之後 局部回復上網之後 又完全不上網 只是聽街坊聊天 到除了聽街坊聊天之外 不上Facebook 會上Twitter和Instagram之後 之後 我就發覺 是 資訊落差的情況 是遠比我們想像中 嚴重的 這個都是 往後二月時報需要 反思和處理的地方 尤其是在情緒上 除了處理 所謂的公共性的判斷 資訊的 平衡之外 就是 處理情緒 是一個 很需要 往後要花時間 鑽研和深思的一件事 差不多了 都做了很久了 那 那 有沒有話要說 有啊 有少少看了舊小的消息 要說 那不取消 繼續 24日的早上 即是星期六的早上 都是繼續 因為昨天 昨天他無緣無故 跟我說 24日那天就 停一夜 是 然後我就問他為何停 平安夜 他說平安夜 平安夜 平安夜 我不明白這個邏輯 那是夜晚的 是拼夜的 他拼夜之前 那天早上 為何不可以做人動 他怕你人口消耗了 不是 那兩件事 第一就是 那一天是平安夜 但是星期六來的 但是之前星期五晚 我怕有些人 已經急不及待拼夜 這是其之一 那另外呢 如果你24日平安夜 晚上 24日平安夜 晚上拼夜的話 如果你早上做運動 做得太緊 又恐防你會腳踮 這樣 但是也算 隨便 那也繼續 不會的 應該不會 應該回復得切 不會不會 你早上做完運動 晚上拼夜會比較好 我沒事的 你下午睡一會 是啊 晚上睡一會 晚上拼夜會 是啊 精神拼夜會 是啊 精神拼夜會 然後呢 還有什麼 然後沒有了 沒有了 這樣 還有 還有什麼呢 還有 還有 忘記了 好吧 投放其他節目 好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我們晚一點點 國內大台再見 拜拜 拜拜